我们说他是这个位阶最高 其实美国之前不是没有派过阁员来过台湾 但是依照美国的宪法 他这个继承总统位置的这个顺序来讲 卫生部长是排名在第八名 远高于之前来过台湾的各个部会的首长 所以我们说他位阶最高 所以说是从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 那我觉得他这次来当然很重要 除了说是对防疫的问题上之外 还有很重的是政治意涵 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川普总统派他来的 那表示他是川普的一个特使 他到时候来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 而且是搭乘的美国国务院的专机 专机上面会有美国的国徽 他是一个官室的一个访问 因此他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为什么中国那么生气 然后他来台湾他没有说 我来日本来韩国顺便来台湾 他专程来台湾 来了时候回去也不去中国 以前之前美国有些官员说 我来台湾我怕了中国生气 我去北京一下 他也不去他也不敢去 北京现在那个疫情也不透明 那这次来我们知道就是说 川普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台湾在今年没有办法参加WHA 那美国是一直支持 但是在中国的蛮横 还有WHO的这个唐德赛密组长的主然之下 所以他这次来当然 第一个就给台湾打气 对台湾加入WHA 美国已经退出WHO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他也搞一个WHO 我们加入好了 所以他还就是要给台湾支持 第二个 但对台湾的防疫的肯定 美国现在的疫情还是很严重 怎么样来跟台湾学习 把台湾的经验带回美国 第三个 他就是要刺激中国 因为川普现在的民调 跟民主党的拜登 还是落后 虽然落后是在缩小当中 那为什么缩小了 他本来是差10% 现在大概差5%而已 为什么呢 就是要打中国牌 那他打 因为美国现在的共识 就是讨厌中国 美国的民调 现在对中国的反感度 是史无前例的高 所以只要打中国就有票 所以川普现在用这一招 他在南海上 我看前日他有两艘航空母舰 他目的是什么 其实是要挑衅中国 希望能够跟中国发生一个小的摩擦 但是中国也很聪明 躲起来了 他刻意不跟你对立 他知道他打不过 所以他藏起来了 可是你在军事上 你可以闪躲 可是在外交战场上 我逼着你无法闪躲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 卫生部长来了 那中国现在求在中国 你中国怎么反应呢 你是要召回大使吗 还是你要跟中国怎么抗议呢 就逼着习近平 你必须要表态 那你如果再不表态 我派更高层的 所以为什么如果你说 这次李登辉先生的告别式 美国会派谁来 如果卫生部长都来了 那下一个是谁 可能就是国务卿 或者是国务父亲 所以这点来讲 就球又掉到中国那边去了 所以我觉得让你中国 必须有所反应 所以这个川普非常厉害的一招